姚岑,你以为我说我不爱你是开玩笑的吗? 江丰眠,姚岑。 姚岑,那日,江丰眠设下陷阱引诱我与我未婚夫踩入,我未婚夫丧命,他却假意相救。 林若云,不应该啊,如果你与你未婚夫的婚约大家都知道的话,为何江宗主还会上门求亲?那可是失了脸面啊。 姚岑,我哥哥在我未婚夫生死后便已取消了这门亲事,而我的身份也因此成了二婚。 如若我是一婚,我会嫁给江丰眠成为他的平妻吗? 林若云,那你们便是互惠互利。 姚岑,算得上吧,那时候的我浑浑噩噩,并不知道江丰眠的计谋,还一心一意要嫁于他。 林若云,恕我直言,那时候的你好像不止只有江丰眠一个选择吧? 姚岑,还不是拜江丰眠所赐。 林若云眼睛亮晶晶的,仿佛听到了什么八卦,姚岑并没有感受到什么,反而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 姚岑,那日我被救下后,本以为江丰眠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 回到家后,与哥哥商谈此事,我们想亲自上门致谢,却不曾想。 外面正在流传,关于姚家姑娘是否被毁了清白一事,有人说姚姑娘与江宗主共处一事,必定毁了清白。 有人说,江宗主那么事实英雄就美,八成是姚姑娘与江宗主有什么奸情吧? 诸如此类,我的名声早已被败坏殆尽,就算我家里人相信我,我相信我自己,我又能如何? 我能扭转什么?我能堵住他们的嘴吗? 呵,我不能,就在这时候,江丰眠上门求亲,可笑的是,那时候的我将他当作我的救命稻草,因为那时候的我没人敢娶,所以在江丰眠求亲的时候,是我哭着喊着要嫁的。 林若云,既如此,你应该很感激江宗主,怎么,会恨呢? 姚岑,本来我是很感激他的,当然,前提是我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。 林若云,看来,另有隐情。 姚岑,那日,我进入了一个密室,看到了一封书信,还有他阴谋的全部过程。 林若云,江宗主竟然有这等爱好,连做事的经过都要写下来吗? 江丰眠脸色铁青,他自然没这种爱好,那就只能说明,这个女人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 他仰起手掌,朝着声援处击去,用了十足时的灵力,一旦击中,必死无疑。 江彻见状睁大双眼,想帮忙去来不及,只能大喊,母亲,小心。 姚岑自然意识到了,可是他躲不开,只能闭上双眼,但是他恨,恨自己没能看到江丰眠死。 林若云时刻注意着江丰眠的小动作,看到这灵力,将姚岑往旁边轻轻一带。 江丰眠的攻击落空,在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大的窟窿,姚岑则还是害怕。 看到那窟窿捂住嘴巴,难以置信地看向江丰眠,可又很快释怀,毕竟江丰眠一直都狠啊。 江彻扶住姚岑,很显然,他也吓得不轻,林若云冷冷地看着江丰眠,语气中满是不屑道,江宗主还真是沉不住气呢。 魏无羡,蓝湛,这江宗主还真是心狠手辣。 蓝旺基,本性如此。 魏无羡,蓝湛,你好像很不喜欢江宗主。 蓝旺基闪了闪眸,他可没忘记那几年魏英寿的法,大多都是江丰眠放任余子渊所致。 或者是,江丰眠不愿搭理余子渊,余子渊将气撒在了魏英身上,蓝旺基顿了顿道,江氏流言甚多,看得出家风不行。 魏无羡,确实如此,如若小师姑没来,我倒是会亲自动手。 蓝旺基,长辈再会更好些。 魏无羡,我知。 姚岑,江丰眠,你真是死不悔改。 江丰眠,姚岑,你最好安分点。 姚岑,安分。 你指的是哪门子的安分? 是不要将你做的事情说出来吗? 可惜了,我偏要说。 林若云直接抬手封住了江丰眠的灵脉道,江夫人,你可以继续说了。 姚岑,那日,我进去,看到的是一面镜子。 林若云,镜子。 姚岑,云梦江世流传下来一面镜子,名为玄境。 林若云抬起眼眸,倒是个好东西。 可惜了,遇到了个垃圾主子。 姚岑,我本来不知道是什么。 后面将它打开后,发现它是记录代代江氏所作之事的镜子。 林若云疑惑道,像这种镜子,就没个什么权限。 随随便便都能用吗? 姚岑,阿彻是江氏血脉,便可以用。 林若云,你和你儿子还真是凑巧呢。 姚岑,说来确实凑巧。 那日,阿彻被于紫渊子殿打中,被罚贵祠堂。 林若云,你与于紫渊都是平妻,怎么你的儿子还被罚贵祠堂? 姚岑,江宗主日理万机,如何能兼顾,我与阿彻自是会受点委屈。 林若云文言点点头道,你继续。 姚岑,我来到祠堂找阿彻,在愤怒之急不小心触动机关,入了密室。 林若云,则,江宗主还真是疏忽,连密室被动都不知情。 姚岑,不是不知情,而是被于紫渊牵制住了。 林若云,于紫渊还真是个好助手呢,江丰眠文言更加愤恨那日的于紫渊,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。 姚岑,我们母子进入之时,还有些疑惑,左右看了看,倒是发现了那面镜子,本以为只是装饰。 没想到碰到她的时候,还遭到攻击,阿彻护住我的时候碰到镜子,开启了她,而因为阿彻的血脉,我们看到的只有江丰眠所作之事。 林若云,原来如此,那就是历代家主所作之事可由子女开启。 姚岑点点头道,可以这么说。 林若云,继续。 姜彻看着自己母亲有些撑不住的模样变道,我来说吧。 林若云,随意。 姜彻,在里面我们看到了,姜丰眠是如何在众多女子中挑选到我母亲,又是如何设计我母亲以及她未婚夫的事。 林若云提起了兴趣道,详细说说。 姜彻缓缓道出,本来选定的并不是我的母亲,可她意识到,我母亲的家族是金氏附属,如若操控起来会更加容易,而且与子渊与金夫人定下了姜彦离与金子轩的婚约。 如若我母亲在,或许进展会更加顺利,可,我的母亲是有未婚夫的,这打乱了她的计划,但她并不愿意换人,所以她设计我母亲和她入了陷阱,并在她死后假意救下我母亲,让我母亲视她为救命恩人。 我母亲确实也是如此,在实施过后,她派人四处宣扬我母亲与她共处一世之事,并说我母亲不知廉耻,对她心愿意满,一见钟情,甚至更加过分地说我母亲疑情别恋。 我母亲未婚夫之死也堂而皇之地夹住到我母亲身上,我母亲不堪重负,甚至想依死了之。 这时候,她来到我母亲身边,对她嘘寒问暖,实施她的计划,而我母亲则是入了她的圈套,再来就是我母亲嫁与她,生下我。 姚曾接着道,在我看完这些的时候,过去种种接连而至,我知道,我被算计了,但是我已成了江夫人,无法回头,我要为阿彻拼出一条路,一条属于她一个人的路。 林若云,既如此,可要与我合作。 姚曾,合作。 林若云,你向众人揭发她的罪行,而我给你儿子一条生路。 姚曾,成交。 江彻,那我母亲呢? 姚曾,阿彻。 林若云,自食一起。 江彻松了一口气道,多谢。 林若云,无妨。 姚曾会议,进房写了一份声明。 昭告仙门百家江丰年的全部罪行。 林若云见状点点头,转头看了魏无羡一眼,魏无羡拿起随便,看着江丰年道,江宗主,你如我父母,今日我便。 姚曾,魏公子,你与江丰年可不止流言的仇。